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台湾的政政生是世皆不解 世皆不清晰 手挤排泄物在街上倒数一流 那样豬东西豬东西豬 豬东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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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隨行的匯報紀錄 這個其實不奇怪 這個我們絕對可想而知 你看以前中國的一個鄭板橋 那些農村的那個 牛燒滿地 混雜當戶 用這樣形容 所以一點都不為過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地方有這麼賣 我們前面也說去 我們來打台灣 結果見識到一百六十幾個 結果去網上加上四十幾個 所以他一定會改變 這個衛生一定要改變 我們如果用什麼方法 開始改變台灣的衛生 這個我們談到 其實厚田清廷他自己本身是醫生 所以他當然對台灣的 像剛剛小黃講那個很汙濁的 那種不衛生的那種環境 他非常重視 而且很重的 那些人的死 因為我們台灣人沒關係 我們台灣有幾個說 因為我們會適應那個環境 所以不覺得怎樣 但是你在日本他1867年 明治維新到1895年 其實已經過了三十年了 所以你祭舊 你不要比別人敢 你說他的那個改革 就差了你三十年了 所以當然很注意這個 而且最重要是傳染病問題 所以日本一來 他就發現瘧疾很嚴重 所以那些北白川宮 那些親王 就在哪裡 所以他在1916年 就把那個瘧疾控制住了 然後第二年 就把那個鼠疫 黑鼠疫 黑死病很嚴重 一來到兩三天就死掉了 就把他控制住 然後到1920年 就那個天花 他在那邊也變馬子一種 中國以前很多 馬子就比較漂亮 然後1921年 就把那個禍亂 那日本就把他控制 所以大體上 差不多1920年代 現在台灣的傳染病 差不多控制住了 除了這個之外 日本為了控制 不要有傳染病 所以他會 一旦如果有傳染病 他就會 會加強那個檢疫制度 譬如說黑死病 經常到中國來 所以在港口 就是設立好那種 衛生檢疫的檢疫制度 台灣呢 也強迫力打疫防針 強迫打疫防針 所以如果說 哪個地方 譬如說 譬如說 台南發生滅疾 他就會採取隔離 你台南人 或是要進去台南 一定要有那個打疫防針 那時候就類似 那時候有打過那個 疫防針 以後你類似黃皮疏 你才可以坐車移來移去 因為這樣他才會 避免那個傳染病的擴大 這是很重要 而且不是只有這個 因為你看譬如我們小的 像那個 為了要防止那個老鼠 那時候 哪一家人有死人 他強迫你要火葬 就是避免 因為常常都會普葬 有時候會傳染 還是你要強迫幾天要火葬 所以為什麼引起台南很多反抗 反抗 因為人無非種 無限上綱 無限上綱 仇入的人 你看看日本人 跟我出生了 你來給我感受 對 其實就是早點在衛生 對 其實我們前面說那個 那個檢大師 對 他說好 日本人既然不存我們 不會放到 所以你怎麼變 不行 你也變成update 對 還有譬如說 像日本 不只注意到人的傳染病問題 連那個台灣人養的最多 你剛才說牛低高了 那種起床 他們也注意到牛跟豬的傳染病 因為牛跟豬 這個也會造成這些 等於農業經濟的影響 如果有死就沒有那個 農耕的動力來源 對 而且他有時候會傳染的 對 所以日本實在 除了各地設衛生所之外 連那個相關的農會那些 也有設立類似像素衣 專門來管理這個 那台灣 我有看過那個紀錄 早期的就是說 如果那個豬子 有剛才死去 那人照相也要 豬肉拿著吃 那日本不是啊 你有那個病死的豬跟牛 它蠻消費的 蠻消費的 那就是建立一個 建立那個衛生的管理 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所以我們看給我 我補充 或者說我補充一下 差不多1930年之後 慢慢的 很多過去的流傳 流行病 已經控制住了 鼠疫 天花 破亂 瘧疾 白猴 傷寒 辛紅熱 我這個資料上面 這些在後期 全部都絕跡了 對 不簡單 那麼因此 我這裡舉一段 到了戰爭結束之後 1946年 民國上次 3月6號 這麼好 一天怎麼怪神經 新生報